大家好,又係星星同大家吹吹水,星星拍攝膠頭是做什麼? 是魚,又搞什麼魚?正所謂春邊秋里下三泥 問問大家冬天食什麼魚?每次講的都不是做的 為什麼拿條生魚出來?大家看清楚 這條叫筍殼 上次做油浸一夜乾後,很多網友都留言 星星會否做油浸筍殼和大家分享? 今次買一條筍殼魚回來做油浸筍殼和大家吹一下 都是一個很傳統和出名的順德菜 順德出了名是魚米之香,做淡水魚,順德師傅有一手 我這條約十二兩左右的筍殼,買回來,第一步要先洗 做這類型的河鮮,最緊要是新鮮,馬上買馬上吃,不要早上買晚上吃 一湯了,魚的質量已經變了,玩魚也是,這些魚回來,將殘魚在魚身的籠 然後打乾淨,全部打乾淨 通常買筍殼魚,魚檔的師傅都會問,你開肚還是開邊 我這條是開肚,因為我小條,如果開邊,它就在這裏和你開了 洗魚都和大家講過很多次,特別是魚身這些位,有血這些位 把所有殘留在裡面的血,全部洗乾淨,因為魚腥味通常是殘留在這些位 和魚皮這些位,洗兩三次,最重要是看肚子洗乾淨,拿起來,然後攤到瓊水 一定要抹到很乾身,以停水之際,準備少許芫茜和蔥絲 這個蔥菜配料不太多,切蔥絲,打橫開,然後打直切 這樣切了,放入水裡養住它,一養住它就開了 整條筍殼魚瓊乾水後,第一步要做了什麼,開火 先燒熱油,一定要夠油的 燒熱油,準備炸之前,要加少許底味,加少許柚鹽,輕輕炒一炒內籠和魚身 加少許鹹,加少許鹹味,油溫用殼推下去,聽不到油的響聲 代表現在油溫差不多180度,這段時間關火,將魚放進去,按住它定定型 先把魚放進去,用它本身較熱的油溫,鎖死魚的表面 然後全程都不用開火,在油溫浸泡三分鐘,當炸了三十秒左右,定了 炸完後慢慢浸泡,現在炸了一分鐘左右,大家見到油溫,泡就開始沉下去 代表用一個調低油溫慢慢浸,這段時間再浸一分鐘 炸了兩分鐘,這段時間開大火,將油溫扯高,扯高油溫作用 進一步將魚的油份迫一迫出來,順便搶回魚身 所以做油浸泡,所以做油浸泡筍下魚,一定要夠油,夠油才做到的效果 一加大油溫,大家都看到,油的形態已經不同了 我們就用高油溫,用高油溫炸一分多鐘 這樣炸的東西都要講求油溫的控制,我們入行學處時,如果做到埋片的位置 我們第一樣接觸是學炸的東西,學看油溫 全程炸了三分半鐘,這段時間輕輕拿一條魚,為何? 現在,我們進一步燒高油溫,盡量去到180度過外 我這裏約燒40秒左右 現在約燒40秒左右,見到旁邊都有些黑煙起出來 我們現在放一條魚去搶去,如果剛才不拿起一條魚,等油溫燒到這麽高 那條魚就會乾了,就不要吃了 現在將外面輕輕搶回香,這裏約蒙30秒左右就夠了 炸了三十多秒,我們就整條起了,豐乾油先 豐乾油,我們將芫荽蔥絲放上魚心面,然後用少許熟油 淋入蔥絲,淋入蔥絲,這段時間在碟邊下適量的豉油或蒸魚豉油 或者之前浸豉油黃的豉油都可以 一條油浸筍就完成了,外脆就內軟,魚肉還是滑的 在裏面,自己在家製造,掌握到油溫,其實做都很方便 最緊要當然是買一條新鮮靚的筍學魚 喜歡吃油浸筍學的網友,給個like我星星 訂閱我職人吹水的頻道,幫我分享油浸筍學魚 多謝大家收看,下一個視頻再同大家分享,拜拜 喜歡就給個like,訂閱我的頻道,幫我星星分享下,追蹤我的Facebook和Instagram,拜拜 拜拜